那些年熬夜看完的小说 其实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反应去 因为看纸质的小说很少 觉得这个很奢侈 但是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 因为那时候新花路放啊 就是各种的蓬勃发展啊 年轻也有年轻的那种乐 因为现在想起来 还是记忆犹新 但是你再回过头来看 不一定有那么好的 不是说他写的不好了 而是说你成长了 见识了更多 觉得那个也没什么 我记得大概是 003年 00到03吧 那个时候我们流行言情小说 刚好又在花季雨季大概 所以大家很多都在看 我看过几本的 看大家有没有印象 第一个 梦里花落之多少 这个当时是很有名的 虽然那个小四啊 这个人外形长的 包括他的言语说起来 并好像真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这种柔的一方面啊 他东朝西朝也是 就算组合的还比较好 那你会超也是一个学问 很多大文学好都是 东平西朝来 至少你借鉴了古人的很多话吧 那知乎者也更多文字修法 都是这些基础的累积 那么那个就看得也是系列化了 相对那部书就比较长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系列的什么 我为歌狂 你开始 看来是出的比较好 然后又出了二啊三啊 好像还有五 我为五狂吧 但是比那更早的 还有一部叫 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个他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作者叫匹兹菜 然后女主角是轻武培养 讲的就是网恋到现实 到最后 其实也不记得再没在一起了 应该是没有 那凄美的呢 总给人感觉 现在人好像要求高了 要完美的多一点 但你看四大名书 很多都是凄凉 让人心有那种不平的志气 会反向激发你 不断的要向上啊 要向上 他作品是积极消沉的 但是 内涵里边每一个人 都在努力 这是有好的语义 就类似于种种这些吧 其实我看过的纸子小说并不多 那么有些人呢 到现在网络文学还得很 写的又臭又长很多 包括大的 咱们这个 有些平台我都不好意思讲 再有名的也不行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 有些书啊 唯一看后面那些学生 最后一排 最后两排 很多不光是个子高 有的时候是不爱听讲的 调到后面 那书 这一本就这么厚 那小说也是很长 很啰嗦 不过也有很多爱看 反正你开始来看后面就是 反来不去这个一操录呗 那后来 听的小说也有一些 那有一些 你看是通过 视觉的话 我们只是 想象 那听觉的话 它有听觉方面的 你看现在我们要做有声小说 有另一方面的艺术 如果是视频拍电影 拍得好也罢 更直观 如果不够好 那人的想象空间很少 还不如视觉